哈喽大家好 最近小刚就入手了一支 Grand Seco 所以在这里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小刚入手后的这个心得 那这是 这一支Grand Seco 其实是近 这两年推出的一个新型号的Grand Seco 这个SBGJ 239 SBGJ239 其实它是这个Grand Seco Sport Collection 这个系列里面的这个款式 Sport Collection就是这一种 主打为这种运动风格的 所以和我们一般这个脑海里 那一种长得又斯文那个 又感觉 比较经典斯文那种外形的那个Grand Seco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这一点就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新鲜感 这一支表其实我小刚我记得是在 大概20年了 应该是两年多前所推出的 那目前我个人还是比较少看到有朋友在带这支表 那这个也是我喜欢的一点 而且 真的要说一说在这个恶手 名表的 选择当中 Gran Seco 一直都是 性价比 是 可以说是非常 值得去 考虑的 尤其是今天 我小刚 玩的这一支 它所有的规格 配备的这一些 在它这个恶手的市场 的价格来说的话 绝对 有非常高的这个性价比 非常推荐朋友去看一看 那我其实会冲着这一支表来 主要是第一次看到它是 36,000转 就是这个5hz 5hz的这个超高频震的 这个机性 那这个9s Gran Seco 这个就是 全机械的 这个就不是 Spring Drive的 毕竟在所有 名表品牌里面 这个 我个人觉得 36,000转 这一种 机性 你可能就是 5个手指 你都数得完 根本是 因为就好像 真力师 这种一讲到36,000转 这种 可能真力师 Alprimero 这个 祭师 那这种就是非常有名 真力师 他这个36,000转 再来就是 Gran Seco 这些 那基本 就是这几个大品牌 在 名表品牌 在做 所以你基本上 这个也是我个人 非常喜欢的 当然 36,000转的这种机性 也是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 完全是传统的这种 机械的这个机性 那所以有了 Spring Drive Gran Seco的这个朋友 我绝对会选择 最有传统 机械工艺的这个 5hz 36,000转这个机性 他那个秒针 你去看 因为 36,000转是 1秒跳10次 他那个秒针震动的频率 跳动的话 所以他那个秒针 我可以跟你说是真的 你 真实去看的话 是绝对比 劳力士这个 Rolex 还更加更加的 顺滑 他这个秒针少的是 那再来 绿色的这个表盘 也是目前 新时代主流 热爆的一个颜色 那表盘里 他科度指针 这些都是经过 Gran Seco最顶级的这个 超镜面大摩 Zara Sud Polishing 这个工艺 那你放大去欣赏 其实 真的很难在这个 价位 你会找到有 同这个 好像这样子工艺 这样子 质感的这个对手 你真的是 太过太过漂亮了 这也是玩 名表 我个人觉得应该学会去欣赏的一个工艺 那他这个游戏是 再来我个人非常喜欢一点就是全夜光的这个表圈 而且他是蓝宝石材质 那当然这个 防耐瓜 有光泽这些就不再说了 那当然 主要是比目前很多用 陶瓷表圈的这种材质 那些表更加有更加的 更多的这个特色 那摸下去就是一个玻璃吗 这样你 哇这只表出来的 视觉感就是更加的这个高级 那而且 是GMT功能的 Grand Seco GMT 这个GMT功能 Grand Seco 在Grand Seco表款里 都是 一直以来 这么多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这个功能 所以你基本上从 10英 从低价的10英Grand Seco 到最高级的 这个比较斯文的表款 甚至到这种 Sport Collection 就是建议小刚手上这一款 其实 都包含了 都有会看到 GMT 两地时间 这个 他的这个 表款 所以 Grand Seco GMT 对Grand Seco来讲 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对我而言 论把玩性 和实用性 都会比 潜水表来的更高 这个 这个 双向旋转的表现 也是非常的顺滑那个收款 非常的好玩 那这款防水的深度 其实也 已经做到高达200米 所以 把玩性来讲 实用性来讲 绝对是 我个人觉得 会比 潜水表来讲的话 更加的好玩 而且 你防水性完全不输 潜水表 已经到了这个200米 再来就是那个夜光 小刚 想想讲 这支表就是 非常的炸 那个夜光 小刚 发一个连接 那个 短片连接 你看看小刚把玩 他的这个夜光 那这一表 这支表的尺寸是在 直径 44.3mm 就大概是44mm 左右 厚度大概是 14mm 左右 表尔的长度是 Luck to Luck 是51mm 左右 那他表 这个表尔表带的宽度 他用的是21mm的这个表带 那他的尺寸来讲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完全是符合 目前 现在 这种运动表 Sport Watch的这种尺寸 不过我个人觉得你正面 看他的表圈 他会 因为他表圈做的比较大嘛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戴上手 其实他会比数据写的那种感觉起来 视觉感上 好像会看的比较大 不过你侧边去看的话 他的厚度 我个人觉得会 会比14mm来的 感觉上来会比较厚 那其实你看 数据上其他厚度只有14mm左右 所以那个原厂的这个 鳄鱼皮的这个表带 他是 他附上的这个表带是非常非常的厚 他那个带 那个表带的头端那个部分 是非常的厚 但是那个 原厂的表带的那个柔软度 是非常的好 那小刚自己在影片就换了这个 这种宝蓝色 深蓝色的这个 这个 鱷鱼皮的表带啊 感觉也是 非常的有另一种 味道啊 因为我个人觉得这种 中褐色的这个表带是 看起来就比较沉闷一点嘛 这样子 那不知道今天小刚分享这一只 grand circle 大家觉得怎么样 留言在下方 下方让小刚知道 我们现在下期见 我是小刚 拜拜